我先送柳岳回去 然后回了办公室 陈静正在看着稿子 见我进来 江峰 BB机拿回来了 我顶顶头 给他多少筹金啊 没有给 这个师傅怎么给也不要 好人哪 陈静显然有些意外 是不是你给的少了 人家没看上眼啊 你给了几毛钱啊 五千毛 哦 五千毛 就是五百块啊 那也不少啊 陈静显然头 这年头 还真是有这样的好人哪 难得难得 我看啊 发一篇表扬稿 在报纸上发一下 宣传宣传 不用了 我去体验登三轮去 明天我和他一起拉三轮车 好啊好啊 陈静拍拍照 行 明天我拉着我奶奶逛江海城 包了 就包你的车 你别给我捣乱啊 扰了我正常的工作秩序 我瞪了陈静一眼 来 拿来 陈静向我伸出了手了 什么拿来 干嘛呀 我瞪眼看着陈静 还有什么呀 你的小鸡鸡啊 陈静笑嘻嘻地说的 我帮你检查一下 看损坏了没有 我宁晓了一下 算了 谢谢你的好意 免了 不能免 拿来 我看看 陈静语气重了一些 我说免了就是免了 不能看 我斩钉截铁 我要看嘛 陈静的语气突然又软了 站起来 拉着我的胳膊 模仿着秦儿说话的情调 风哥 哎呀 看看嘛 看看嘛 哎 别胡闹 我推开陈静 这是办公室 成什么体统 哼 哼 陈静笑了起来 老大 你的那个什么所谓的秦儿 说话可真够酸啊 什么 风哥 清哥哥 与你何干吗 我气哼哼地看着陈静 我就喜欢听了 我愿意听了 哼 与我何干 陈静生气了 你想找事是不是呀 我刚要说话 有人敲门了 陈静气鼓鼓地去开了门 一拉开门 我就听见了秦儿的声音 陈主任 你好 干嘛呢 找谁啊 陈静堵在门口 声音气鼓鼓的 风哥 秦儿被陈静堵在了门口 进不来 急了就喊我了 我站起来走过去 拉开陈静 让秦儿进来 哎 秦儿 你怎么来了 是啊 秦儿 你怎么来了 这是办公重地 闲人免禁知道吗 陈静在旁边的态度很不友好 秦儿 秦儿竟然冲着陈静做鬼脸 我忍不住乐 秦儿好像没有把陈静当一回事 这鬼丫头竟然还冲着我做鬼脸呀 陈静咋呼了一声 小屁孩 不懂礼貌 不知道尊重大人 哎 你是怎么管教的 回头 我替你管教管教的 我刚要说话 桌子上的电话又响了 这回是陈静去接的 喂 你好 江海事报记者部 我是陈静 接着我看见陈静的神色笑了起来 啊哈 是三老板呢 干嘛 找我们江主任啊 他在外面啊 要我去给你喊啊 行啊 不过 你得先叫一声姐 叫不叫 我站在旁边 雨婷又乐痕了 这个陈静啊 逮着谁谁倒霉 老三这一下又到他手里了 叫不叫 什么 你敢叫我死丫头 胆大包天 天大包胆 哼 我说三声 三声之后 不叫我就挂电话了啊 陈静威胁老三 一 二 哎 这就对了嘛 早叫不就行了 真乖 三弟啊 这个姐姐叫的甜呢 好了 三弟 你找你五弟说话吧 对了 我告诉你啊 他其实一直没出去 就站在这里 看我逗你玩呢 说完 沉静恶作剧地笑着 把电话筒递给我 跑了出去了 我接过电话 笑得都直不起腰了 老三呢 被鸭头骗子给制着了吧 卧槽 你这个鸟主人 是怎么管你的人呢 鸭子 硬制着我叫姐姐 老三在电话里冲我咆哮着 今晚我活泼了你 说打电话什么事 我陪老大回老家回来了 今晚呢 我约了咱们寝室的几个哥们 一起给老大乐呵乐呵 我安排好了啊 晚上下班以后 到我公司对过的海鲜楼 你带情儿来吧 老大还念头说 好久没见情儿了 要不要我去学校接他呀 不用了 情儿刚才来了 下班以后 我带着他过去 我们寝室的几个哥们 和情儿都熟悉 以前聚会的时候 情儿就经常参加 都没当外人 下班之后 我带着情儿去了海鲜楼 见到了寝室的哥们 从老大到老六都来了 熄活 哥们相见 分外亲热 都热烈拥抱 粗俗地骂着习惯用语 打着招呼 情儿乐呵呵地坐在旁边 看着我们笑 他仿佛把下午沉浸 给他造成的不快忘记了 到现在为止 一直没有和我提起这个事 要是往常啊 情儿一准会说个不停 委屈得不得了 需要我反复地安慰 可是现在情儿却不提了 就像是没这个事一样 酒菜上齐之后 哥们们就开始 狂野地拼酒喝大砍 纵情喝酒 纵情欢酒 纵情高谈 情儿呢 成了服务员了 来回地倒酒倒水啊 哥们还真没有 把情儿当成外人 动不动就举起酒杯喝水杯 情儿 倒酒 情儿 上茶 情儿乐呵呵地来回忙着 日劳日月 大家喝得差不多了 话越来越多 感情也越来越浓厚了 老大拍着我的肩膀 老婆 你很幸福吗 也很幸运 能找到情儿这么个媳妇 我妈看你 你就想揍你 知道为什么吗 眼红啊 羡慕啊 我怎么就遇不到 情儿这么好的女人呢 情儿坐在我的身边 小鸟一人般地 拉着我的胳膊 靠着我的身体 看着老大笑了 老大 你在广州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啊 嗯 你不知道啊 情儿 南方的女人太开放了 女人好找 可是春节的女人不好找 都 这见面一个小时 能上床的主 这样的女人 能做老婆吗 你可不能这样说 老大 不能一棍子 一打一大片呢 南方的好女人 多着呢 是啊 南方的女人 其实很好的呀 我说着 脑子里浮现出了柳月 老三看了看我 喷出了一口浓烟 情儿被呛着了 开门出去 躲避烟毒 这个时候 老三看着老大 老大 那天晚上 你说的那个 姐弟恋的事情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老大看着老三 哼 老三 你这个鸟啊 这几天 竟想着姐弟恋了呀 你 你那娘 是不是想搞姐弟恋啊 我可提醒你啊 千万搞不到 你看老五多好 和情儿 这姐弟恋啊 就是一条不归路 什么意思 老三血红的眼睛 看着老大 那对姐弟恋啊 在我的吉利劝阻之下 在那女人家人的 吉利阻挠之下 最后没有成 那个女人 最后回绝了 那个男孩 老大狠狠地 稀里一口音 但是代价太惨重了 那男孩真的自杀了 在广州最高的楼顶 喊着那个女的名字 跳了下来 都摔成肉饼啊 手里还传着 那个女人的照片呢 我的呼吸停止了 瞪着老大 老三也呆了 看着老大 烟头烧着手了 也没察觉 哎 我他妈的后来两个月 几乎夜夜做噩梦 梦见这个男孩 向我索命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在帮助他们 还是在破坏他们 我最后很自责 毕竟如果没有我 过去这个男孩 就不会自杀 这是花样的青春啊 这个男孩 不是死在你的手里 是死在世俗的手里 我难难地说的 老三将手里的烟头 狠狠地摁进了烟灰缸 眼珠子更红了 老大倒满了一杯酒 来 老三 老五 我敬你们俩一杯 哥们好好活着 好好沿着正常的世俗 以内的轨道生活下去 世俗 是一把看不见的刀 杀人不见血的刀 我们每个人 都在其中生活着 都无法去冲破和抗争 我和老三举备一眼而近 我的心里很压抑和郁闷 可怕的世俗 一直都爱说 寂寞太可怕了 那样的话 如今才发现 世俗比寂寞更可怕 如果说爱情是毒 那么世俗就是毒也 有时候世俗 想让人误入歧途 不是贪慕虚弱 不是好奇心蠢蠢欲动 不是年轻气盛 怪谁呢 妖怪只能怪赤裸裸的现实 只能怪我们原本 还活在这个俗气的世界里 世间的人 有的知道世俗 而厌恶世俗 就走向超凡脱俗 有的深暗世俗 而走火入魔 变得世慧 有的明知道世俗 而甘愿世俗 安分世俗 没有底蕴 而与世格格不入的 愤世嫉俗者 是狂妄自大 有着高深休雅 和学识的人超凡脱俗 是高人或君子 明知世俗 而甘愈世俗 安分世俗的人 也许是凡夫俗子 那一天 哪个为了那段 真心满意的爱情故事 而奋不顾身的男孩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 被世俗了 世俗 带走了他的真心 带走了他的奋不顾身 也带着他幼嫩的青春 敌不过似水流年的日子 一去不复反 我郁闷地几乎发狂 只能用酒精不断地 麻醉自己 那晚 哥们们都喝醉了 包括我 秦儿搀扶着我回到宿舍 我昏头昏脑睡着的时候 还不忘提醒秦儿 秦儿 明早 我六点要出去采访 然后 我的脑袋仿佛被人用锤子 敲击了一下 接着 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 我在睡梦中被秦儿摇醒 告诉我 五点半了 我一个急了 一股路爬了起来 直奔西门外的路口 和柳师傅会合 当我赶到的时候 正好六点 柳师傅已经到了 身边有两辆脚灯拉 各大三轮车 我知道 这其中一辆 是给我准备的 直到这一刻 我脑子里 从没有想到过 这位柳建国师傅 会和柳越有什么牵扯 这个小树林啊 是三轮车夫集合点 大家休息的地方 柳建国冲我笑笑 指了指那辆三轮车 这辆车啊 是你的 今天呢 你就和他作伴了 你的新闻稿 就靠他来给你撮了 去吧 我接过车吧 看着柳建国 又有些忙着 哎 柳师傅 这就开始了啊 是啊 什么 还需要一个 隆重的仪式吗 柳建国微笑了一下 伦僧的每一步 不都是在 无意中开启的吗 每一个时段 都是基点 我不用看了 两眼柳建国 这个三轮车夫 讲出这句话 让我刮目相看呢 我 我去哪拉客啊 要不 我跟在你后面跑 跟在我后面 你永远也拉不到客人的呀 路 总是要靠自己走下去的嘛 跟着别人后面 永远也走不出自己的路 只能吃别人剩下的 柳建国右手 我看着柳建国 这个比我大几岁的三轮车夫 如果不是在这个场合 我做梦也不会把他和三轮车夫联系起来 当时我就淡定 这个柳建国不是我想象中的三轮车夫 这个人一定是有故事的人 我立刻改变主意 决定延长体验第一线的世界 去吧 自己去跑 去造缆客人 其次呢 要注意安全 注意不要草红灯哦 柳建国冲我挥挥手 中午午饭的时候啊 在这里会合 晚上呢 在这里交车 说着 柳建国就骑上三轮车 摇摇晃晃地走了 很快 柳建国的三轮车 就融入了城市 穿流不起的车流里 我戴上太阳帽 穿上黄马甲 骑上三轮车 带着几分茫然和好奇 还有兴奋和迷惘 加入到清晨的撤水马龙里 我的三轮车体验生活 就是这样开始了 走了大约两公里 我终于等来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乘客 一位老婆婆和老大爷 拦车说要去发电厂宿舍 老婆婆问车费 我说三块钱吧 老婆婆和老大爷连说便宜 满意地走上了车 去发电厂宿舍的路上 经过了一座桥比较陡 我瞪得很吃力 老婆婆对我讲 他们先下来自己走 等过了桥再成吧 说句心里话 这是我第一次登这条路 被他们讲得心里暖暖的 我没有让他们下车 就憋足了劲冲上了桥 同时对他们说道 要坐稳了 他们就讲 小伙子登三轮确实不容易 我笑着回答 比起你们在旧社会的生活 我是生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 踏三轮车是我热爱的工作 等到退休年龄时 我可以享受国家退休政策的 生活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 一路上 我们边说边聊 很快就到了电厂宿舍 他们付给我五元钱 并且坚持不让我找零钱 就如同我付给柳建国 五元钱一样 拿着这五块钱 我连声向老婆婆和老大爷道谢 然后郑重地将钱放进了口袋了 从电厂宿舍区回来 在十四路口 刚好徘徊着一位外国老头 举手对我打招呼 我心里想 这位外国老头孤身一人 向我打招呼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我便停下来 回答OK 他示意 要乘三轮车 当时我犯难着想 读书时学英语的情景 如果他说的是英语 也许我还能对上几句 但是问题是 他明明说的是俄语啊 如果我马上掉头走的话 显得很不礼貌 我从衣服口袋里 掏出了纸盒笔上的画 他就简单地画了一辆 大挖掘技 我立即明白 他是重型机械厂的外国专家 而后 我就往郊区方向 把他送到了重型机械厂门口 到了之后 这位外国老头 却要我跟他进去拿钱 我只好把三轮车 锁在了门岗旁 和他一起步行到了 长区里面的一个办公室 里面还有几个老外 他像其他老外 拿了十美元 不是卢布 还打开冰箱 让我挑选饮料 我这心里直乐 忙摇头 他们好客地 把饮料塞到了我的手中 出于礼貌 我就拿了一小听人的血币 交给他八十元人民币 但是我是按照美元 兑换人民币的比率 一比九给弄的 估计啊 是我赚了 在回来的路上 心里美在在 心想虽然我们彼此语言不同 但我通过他给出的简单图示 就能领会到跨国界的意思 作为活地图 把他带到了目的地 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奇迹吧 那张十元面值的美元 我至今还保存着 我觉得它的价值 远远超过了其面值 应该好好珍藏 留走永远的记忆 自动艰观看 感谢观看